哈喽大家我是冰果 今天呢也在绑这个防风材料 现在我们已经把竹子破开了 破开了咱们在绑这个 4月份价格这一部分 4月份价格现在已经长成有 应该有70到80公分了 长得还是挺快的 啊我们现在不是有台风吗 不知道有没有形成 如果有台风来的话就麻烦 所以尽量是这几天完成吧 啊我们之前是用长的竹杆绑 现在用这个短的木竹块来绑了 就是这样靠住那里 尽量让他牢固一点 可能如果真的是台风来的话 我们也要提前一两天来修剪一下 让叶子少一点 啊这样就双层保证了 啊要不断了 那就亏大了 那就麻烦了是吧 然后我们旁边还有一些珍木的牙没有抹 啊我们就是以防他 吹断了所以留一些啊如果这个断了就把这个珍木的牙再补接就可以了 啊我建议的话如果不着急还是小支接比较好一点 后面他一核比较快大支的话一核太慢了一棵树这么大 你看那个那个切口那里太大了 两三年呢还还怕台风如果是小支的话就不怕了 建议的话你现在记应该明年二到四月都可以接了 如果你是大支加接的话那应该现在是九月份九月十月都可以加接 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就九月份跟十月份接吧 不着急的话你现在就九月十分记掉到明年应该三月可以接了 啊也是挺麻烦的拿那种绳子来绑 后面再用那个扎带把上面包住就可以了 你看现在的烧长的啊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好看的 还是如果只要他每一每一个枝条都有活的话 那就那就很好看了 他的树形树冠啊 我们这些有些有了学又没有所以流了一些真目的呀 所以你看起来长得很